早安你來啦 我是蜜乾 跟你說這禮拜科技小燈幫我到底要聊什麼 我真的超困擾的 這中間大概經歷了五次轉折吧 到昨天晚上我都還在想 嗯要聊那塊LK99嗎 就是那個強溫超導體嘛 這禮拜全世界都在做實驗 但失敗啦 我們112王教授的實驗結果也是不行 不具長溫超導性質 哇沒啦 跟你說這個如果就是全世界有實驗出來成功的話 真的是很值得跪下來痛苦 就是見證人類歷史文明的一個全新里程碑 但是呢就沒做出來嘛 你看這個新聞就這樣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就是 長溫超導體成功 對我們科技生活有什麼影響的話 官網有評論歡迎去看 好那接下來我要繼續想 難道要聊那個折疊機直播嗎 這你應該知道吧 就是有個YouTuber 他去年就是用人工折折疊機的實驗 那因為他不相信那些機器的測試啊 就折的實在是 失禮太均衡太溫柔了 人類一定不可能是這樣折的 所以他就親手實驗 他去年折的是Z Flip 3 今年呢 折的是Z Flip 5 還有Moto那隻很紅的手機 就他真的是紅色的 而且這次搞直播喔 從上禮拜四就折到 這個禮拜三吧 所有人類工作人員都折到超厭世的畫面 超好笑的 然後結果呢 就是Z Flip 5 你看 這件事情就這樣 小小的 也沒有什麼好說 再來我就繼續想 還有什麼好講的 突然想到一個台積電 如果你有在買股票的話 搞不好會有興趣 可是這件事情就有一點 你知道 太產業了 就是台積電他去年不是宣布要去海外設廠嗎 就現在美國的Arizona 然後再來是日本的Kumamoto 而且是跟Sony合作 這禮拜就出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台積電宣布 明年要去德國設廠囉 OK 就是再多一個籃子嘛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在美國那邊的狀況有一點小混亂 然後出現一點trouble 就是長方建設的進度落後 那為了改進度 台積電就想說 好 那我就派500個專業技術人員 飛去美國救活 但美國當地的工會就蠻不開心的 想說 不行 這個是我的工作職位 所以就請求美國政府 不要讓這500個人飛進美國 哇 結果就還真的飛不進去 那這禮拜可能台積電就有點小煩惱嘛 可是你看 這個新聞就有一點點太產業對不對 跟你的科技生活沒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那還是不要聊這個好了 小一點的事情嗎 其實不少 比如說Netflix好了 他們是不是認真要搞遊戲啊 這裡剛才在App Store上面上架了一款 Netflix Game Controller 可以讓你的iPhone就變成遊戲控制器 就可以坐在客廳 然後用手機看Netflix 玩遊戲 這招是在幹嘛啊 我覺得 Netflix應該是沒有想要你的錢 你知道 每月幾百塊錢 然後挑一點點 就是還要哀哀叫哭天搶地 他們應該覺得這個錢很難賺 我猜他們想要你的時間 只要時間夠多的話 他們就可以把你的時間賣給廣告商 那邊的收益應該才夠生活才對 那遊戲呢 應該是人類史上 數一數二花時間的東西吧 就看到莫非成功囉 我自己是不會在Netflix上面玩遊戲啦 除非很好玩 你看今天這集很小小的 還有 這禮拜有說 Disney Plus要漲價 小米下禮拜要出新的折疊機 還有FIRES要推網頁版 這稍微提醒我一下 該打開看一下囉 上一次打開已經是 不知道合十了 你看 這禮拜的題目 是不是很值得煩惱 嗯 不然這樣好了 就商量一下 這禮拜跟妳請個假 下一集小電報 再跟妳說要聊什麼 好嗎 就這樣講好囉 哈哈哈 沛沛 這一集 混鬧